洛杉矶桥教中心盛大举行幸福时光台湾逃逸生活美学展 当天不仅有许多桥舍领袖应邀参加剪彩仪式 连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莲也应邀出席 希望融入这场茶艺的生活美学展 能够成为文创产业的海外尖兵 剪彩仪式当天 洛杉矶桥教中心里勇进不少桥舍领袖现场人山人海 一会儿包括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高孔莲 驻洛杉矶办事处处长工中陈康立 华裔女选官员协会苏王秀兰 求委员高启正 以及南加州中国大专联合校友会会长石乃利等员 共同为幸福时光台湾逃逸生活美学展精彩 我们的六大新兴产业里面就文化创意产业 这个文化创意呢 我想的确是未来该走的一条道路 随后台湾英哥陶瓷博物馆 两位茶艺示范老师简瑞红与何逼俄进行泡茶示范 香味四溢的包种茶让现场来宾战不绝口 其他像是精致的茶剧组 搭配高雅的花艺与陶瓶作品也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至于这次搜集台湾当代知名陶瓶艺术品中 无论是以色彩鲜艺为设计主轴的游戏积木 以龙文雕刻为创作元素的无期化式 或是以内列黑色凸显强烈对比风格的喜气等作品 都传达出台湾陶一家结合生活美学的创作力 我们主要这次来的话 我们是把台湾这几十年来发展出来的 喝茶的茶的文化带来分享给美国在这边的朋友们 范围五大主题蓄气贫响意的幸福时光 台湾陶艺生活美学一共展出134件作品 结合花艺音乐与缠道的文化之美 原汁原味移民北美将台湾软实力发挥到极致 台湾观点是张琼文美国洛杉矶采访不到